你通知顺风没 人家开会呢 我再打就给我拉黑了 你看 今天我们请客 你看我这身衣服合适不 明白了姐 来 这是我昨天新买的 你穿着肯定合适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今儿吃饭 你看我穿这行不行 配这鞋 行 倒是行 但是你这脖子有点短 还有点凸 别管我脖子事 我倒是围个围巾 你有没有审美 我的姐姐 脖子老短 还围个围巾 那还有吗 那没事 你倒是我这脖子上 明白了姐 我这行吗 正月十五的时候 钱什么给我买的 你先带着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 二女呀 今天呢 是我跟刚子 结婚十五周年纪念日 结婚十五周年了 妈呀那要算起来的话 水晶婚 对 行 姐你先赏 带你买一个 哎呀二米 我就怕你们给我买东西 所以我现在才说 哎行了 赶紧收拾收拾 时间不早了别迟到了 不是对了别忘了 通知顺分 迟到了 我看看 哎呀 哎呀这一段啊公司太忙了 忙得我饭都吃不上 哎有没吃的吗 有 你没吃啊 一会吃的时候叫着我 我跟你吃 哎呀媳妇我回来喽 哎 老公哎 你回来啦 啊 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呢 媳妇啊 不是 你以后说话不用跟我那么客气 你给我生了这么大一个可爱的孩子 啊 别惯着我 有什么命令你就说 好嘞 给我一万块钱啊 买掉水晶项链 喂什么 哎 小时帆 哎什么 不是说什么 媳妇你说 哎呀 那不是正月十五的时候 刚买了一条项链 挺老贵的嘛 怎么又要一万块钱 买什么水晶项链呢 谁贵定的 我有钻石项链 我就不能有水晶项链啊 没事 这我就得批评你了 咱爸咱妈经常教育咱们说 啊 勤俭持家 是咱们家的优良家风 哎呀我知道 你知道你知道你还要 能不能听话 我挺听话的吗 听话 不要 哎 媳妇真的 我这兜里没钱了 最近公司生意挺大 账上也没钱了啊 看孩子看孩子 钱芬 我看孩子 钱孙芬 哎呀 二米呀 孩子赶紧不睡觉 你可别吵吵啊 哎呀 你说呀 不是妈说你 钱孙芬一天天的也不容易 两口子过日子都得商量的 可别总忌忌哥哥的 哎呀妈 你不知道 今天是我大姐和我大姐夫 结婚十五周年纪念日 我合计送我大姐个礼物 送条项链 我给那要钱 她不给我 啥玩意啊 你大姐和你大姐夫 都结婚十五周年了 可不是吗 这么快呀 行行行 孙芬不给你钱 妈兜里有 给你啊 还是妈好 妈 你孙芬有钱了 我再给你啊这孩子说 这给啥 还是我妈好 哎 老东西 快出来出来来啊 来呀过来 哈哈哈 哎坐这坐这坐这 咱俩玩金狗钓鱼啊 就知道玩 你还有点正事没 坐 是啊 我问问你 嗯 昨天我给你那一万块钱 你存上好吗呀 存了 给我求出来去 你这存上了 你还求着干啥呀 我急用呗 行一会帮五点多钟 我给你求去 为啥非得五点多钟啊 昨天我就是晚上 头五点存的 现在才存几个小时啊 你到今天五点 它就有利息了 行了行了别磨叽了 叫球快点球去啊 不是你咋还不动他呢 啊我去球去 我去 啥事咋的你这 我现在就去 去去 啊我去了啊 快点给我拿回来啊 啊我去了 说法 说法 哎爸咋的了 求点事呗 怎么着 你借我一万块钱 不是爸 你要干啥呀 就昨天啊 你妈拿了一万块钱 啊 让我给他存银行去 啊 现在就是让我去 给球回来 你到银行球去呗 我怕银行不给我 银行凭啥不给你啊 因为我没存 没存当然不能给你了 你到底咋回事啊 不是我去存去了 啊 我昨天拿着钱 一出咱的小区门 啊 对个不叫二狗子 开那个水果超市吗 对啊 他那正卸车呢 上货啊 卸一半人家不卸了 啊 说是差一万块钱货款 人家不卸了 你说那水果啊 那单位天子不就烂了吗 哎呀 二狗子洗的眼泪都下来了 我一看这 我把我那一万块钱 借二狗子了 慢慢了 妈让你存银行 对 你把这一万块钱 借给二狗子了 哎 那回来以后 你跟妈咋说的呢 我说我存上了 可站好了 爸呀 不是我说你 你经常教育我们 诚实守信 是咱们家的家风 尤其是对媳妇 不能骗 不能说谎 是不是你说的 是我说的 我妈是不是你媳妇 是 你为什么骗她老人家 以后还敢不敢了 我不敢我改 你借我一万块钱呢 我没有 没钱你借我 爸 别吵吵 刚才二米粒 给我要一万块钱 也不是要买什么项链 我没给她 我说我没有 你没有钱 你就别 我有 我给你 真的 哎呀 你哪呢 拿着 这不是原来我藏钱的地方吗 哎呀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哎呀 好好好 好了 好了 好了吧 好 哎呀 师傅啊 你爸的 嗯 嗯 嗯 哎 老东西 过来过来过来 啊 我让你求钱 你去求了吗 我求回来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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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快 你我现在我天天躲在身体 我现在推脚老利手了 唰就出去了 唰就回来了 这咋的还记上了啊 你是不是没存着钱的 存了 存啥存的我都没听着门响 你就把钱求回来了 接方邻居他是不是没出我 骗我 我告诉你老饭头 这钱丢了没了我都不在乎 我心里最在乎的就是你骗我 我没 去 把钱求办过来 行了 别搅和了 我得赶紧去高红二狗子去 别让这个客户 我看他 告诉你啊 给两分钟思考的时间 回来你就得说实话 好好好 你要不说实话 家法伺候 二狗子 打来了 昨天放手借我一半块钱 我还钱来了 你先先先先别提这事 我爸我妈为这一万块钱 他快打起来了啊 你过来过来我跟你说 你啊 老饭头 到 两分钟时间到 说实话吧 说就说反正也是做贤人球的事 这个 其实这点事其实我用不着跟你撒谎 就我刚才给你这一万块钱不是我求来的 钱顺峰的 钱顺峰啊 你想点事 哎呦我这个 不是 刚才吧 二米粒 嗯 让钱顺峰给买项链啊 他说他没钱 我知道 你这一抄抄 二米粒要知道了 就你养的驴丸 要出来 钱顺峰还能好 是吧 再说了 就钱顺峰这小孩也不对 对不对 你撒谎行 你能跟自己媳妇撒谎吗 对不对 骗自己媳妇的老爷们 那还叫老爷们吗 打住吧 人家俩好乱骗贼骗贼 和你没关系 你不骗你媳妇就行了 那我不是 是吧 这一万块钱是钱顺峰的 我让你存那一万的 我去存去了 存去了 我拿仙人球去 哎你这大伙 我把话说完 我去存了 一出在小区门口 是不是二狗子 那水果潮事 他上货卸车那卸一半 差一万块钱 人家不卸了 我一想那水果子隔一天 不就烂了吗 我把那一万块钱 接二狗子了 老饭头啊老饭头 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 我这这句话 你干翻熟啊 翻熟 二狗子来了 哎哎哎翻熟 你那边站着去 二狗子来 哦哦 二狗子 哎 还开水果潮事呢吧 对呀 生意咋样了 挺好的 你翻熟借你一万块钱吧 没有啊 二狗子 你昨天 是不是在路边卸车了 对呀 我是不是从那路过 没错 我干啥了 你吃我一个苹果 我没给你钱吗 咱俩这关于吃个苹果 我要钱 我给你一万块钱 一个苹果卖一万我疯了吧 你是不是一万块钱啊 那卸的车 你不给钱也不给你卸呀 那一万块钱是不是我的 神你过来来 啊 我叔年纪不大呀 他这么健忘这是病啊 他有时你得原谅那回 听见没 原谅不了了 老板子 是不是撒谎了 说 二狗子 哎哎 说 说你咋的了 说 不是我到底是说实话 不说实话 你爱咋咋的 我看这样我得说实话了 神啊 啊 昨天我叔是只有一万块钱 我这不还钱来了吗 你说你这孩子 那刚才你咋不说呢 有人不让我说呀 谁不让你说呀 哎呀 还好呢 爸爸 怎么样 事情都解决了吧 那个话是你让二狗子那么说的 啊 啊 我不能眼看着把你往坑里推啊 是 你不能把我推坑里 啊 你直接把我蹦井里了 咋的了 陈师傅啊 哎 你小子是不是有个毛病 就是一天要不给谁挖个坑 晚上你睡不着觉啊 我告诉你 我可不是你大姐夫 啊 你大姐夫你挖坑买他行 我可不吃这套 咋的 对不对 我这么长时间 我都一直替你瞒着对不对 你是不是把钱 放在那小眼球下面了 我跟二门律说了吗 你小点事 我能像你这么把坑吗 你别让二门律听见啊 二门律咋呢 二门律听不见 他没在家的 哎 哎 什么情况 哎呀 今天在哪里 陈师傅 赶工俩藏钱了是吧 没有啊 我藏 哎呦 抄抄啥孩子 你抄抄醒了 咋的了呀 大姐你过来来 钱是范儿 哎 你以为我管你要钱 买那个水晶项链 是给我自己买的 啊 我是给我大姐买的 大姐大姐不今天结婚十五周年 水晶婚我买掉项链怎么了 你至于把钱藏起来吗 哎呀 你要的那一万块钱 给我藏的那一万块钱 不是一回事 哎呀 我知道你爱大姐 我也爱大姐啊 大姐在咱这个家容易吗 街坊邻居们都看见了 照顾老的 照顾小的 是吧 今天大姐大姐夫十五周年结婚纪念日 我跟大姐都都都都准备礼物了都 啊 大姐啊 看 我得买块手表 太贵了 春春 哎呀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我下班每次吃饭 你得好好掌握好时间 哈哈哈哈 大米昂啊 怎么回事 你跟刚才这个纪念日啊 我们都记在心上的 你看 我也给你买个礼物 哈哈 跟前世风这个一样 也是往手上用的 哎呀爸 我要那么多表干啥呀 表我买不起 啊 我给你买个擦手游 哈哈哈哈 什么什么玩意这是 认识吗 好像小时见过啊 这就是传说中的嘎啦游 哈哈哈哈 你那个手一到冬天就裂口 擦上他手就不裂 爸 谢谢您 你不用谢我 其实我也是为了自己 以后你手不再裂口了 爸的心也就不疼了 你也 爸 哈哈 我好啊 来来来 大姑娘啊 哎 这一万块钱是爸给你 买水晶项链给拿着 哎呀不用了妈 你看 刚才给我买了一个啊 太好了 我跟你说媳妇 那一万块钱 我根本就不是藏的 我是打算给大姐大姐夫 买单的 还差不多 咱该吃饭去了吗 不然吧 那边加我一个 倒不白吃啊 我爸想吃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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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谁没吃 我们一起吃 跟我走 嘿嘿嘿 快乐是个宝贝妹 谁找到了谁不累 嘿嘿嘿 快乐是个蛋糕 谁陪上谁就还陪 大米耶 二米耶 二米耶 小米耶 小米耶 都是身边最快乐的人 嘿 快乐的Family 一场快乐的Family Family